產品差異化的 來各位 同樣是軟糖 同樣是軟糖 這是我今年到日本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那些在京都 而且京都這一整排的店家 每一個店家賣的東西都不一樣 同樣這樣的軟糖 它有賣一整盒 它也可以賣這樣單的 各位 你看一下 它的這個整個 不夠注意嗎 就是讓你看了你就會覺得怎麼樣 買 好不得整盤通通都少下來對不對 日本的包裝這個就不用講了 你們這幾天好像有包裝設計的課程 是的 好像 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要跟各位再講 坦白講 今天我要分享的這些東西 理論性的這些東西 你聽完就好 因為這作品不是你去做的 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不是你擅長的 好嗎 交給專業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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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就曾經有過學員 下了課之後 他覺得他上了這個課 他就覺得他可以做美工了 你知道嗎 真的有這樣的學員 然後他立刻就去設計那些什麼 標籤LOGO 然後來給我看 我一看我就說這個完全不行 然後這樣又傷到他的自尊心 那你到底是要我講實話 還是要講這個 我想他講你 這個我自己做啦 但是他覺得怎麼樣 我可以 老師我很認真 我來爽作給你 你我來爽作給客 上課是一回事喔 你聽過是一回事 你真正要做又是一回事 好 來 然後你會發現喔 如果對日本來講 模仿對方來說是奇齒大弱 他呢會想要 我再說力高了對不起 他會想要參考你的東西 但是他一定會想辦法 要跟你的不一樣 OK 然後來這些包裝你都看 我突然發現我們的兩 牛軋糖跟著有點像 我發誓我的設計師完全沒有看過這個 來來來然後這個是什麼 南瓜 這是小瓶就像我們那個 小瓶的果醬那麼小而已 然後這個是紅蘿蔔你看 這種小小的東西 你很容易去 各位 現在7-11不是也可以買到那個 單個的那個什麼 鳳梨書嗎 嗯 各個廠牌的鳳梨書嗎 就是這樣單個單個的 讓你好入手 好下手 然後這個我之前有分享過 我最近突然喜歡分享這個案例 就是說很創新獨特的一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建議各位 你一定要多走多看 剛剛那位年輕人 欸怎麼稱呼你呢 小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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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的藍 布露 藍花的藍 藍色的藍 藍花的藍 藍花的藍 布露 可是明天他就應該要來當講師了 你知道嗎 本身又是獨行銷的 又很有實務的經驗 明天要拱他出來當講師 知道嗎 各位認清楚這個人 很有實務的經驗 真的早就認識了 明天要好好的用他 知道嗎 明天讓他來做分享 真的 來 各位 各位 這個東西 黑黑的看不到什麼 我可以再關個燈 這個是什麼 有成片 那邊 有成片 摩貝斯 好 我要放這個東西就是說 維熱山丘啊 董事長 他在去年 去年是2013年嘛 那個時候就有人在問他說 哎呀你的維熱山丘做得這麼好 可不可以來給我們農業 給我們的這個 農業這邊給我們一些建議啊 怎麼樣子 他說想辦法去找出你這個產品的什麼 附加價值來找出這些價值 然後他就講說像在日本就有一些什麼 他們那些什麼 柳橙片啊 什麼生產過量啊 然後就變得很沒有價值 可是他們在經過加工之後就變得很有價值 一片可以賣到 一片一小片就可以賣到一百 一百塊的這樣的日幣 一百元日幣 他們就說哎呀怎麼做到的 然後那是2013年 那我聽到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哇很開心 為什麼呢 我就趕快就把我以前的照片拿出來 從那一次聽到之後 我就在每一次的課堂上去跟人家做分享 為什麼我一直說 你一定要經常去外面多走多看 是這樣子 小蘭 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她也是去日本 然後我告訴你各位 這我在2008年的時候 我去日本 我們帶了一票那個烘焙業的 都是百年老店 我們去參觀日本的烘焙業 我們去看的那個食品展 各位 2008年日本就有這樣的東西了 唐治學過 就是這個就是柳丁 就是那個柳丁欠片唐治的 剛剛那一張你看不太出來 這一張就應該很清楚 漂不漂亮 太漂亮了嘛 唐治然後再來有什麼 巧克力 巧克力餒 白的跟黑的 嘿 很明顯對不對 我們都看得出來 看了是不是 你也會覺得 讚耶 很想要來試試看對不對 2008年 然後呢 這個是怎麼樣 他把那個例子啊 直接沾白巧克力 你看達人就是在現場做 他都在現場這樣做 是不是 2008年 來 我要講的就是 我高雄有補導一家業者 專門做蛋糕的 西點點心 在高雄也是還蠻有名 叫做歐貝拉 歐貝拉拉 歐貝拉拉 歐貝拉 他在高雄也已經做了很久了 你知道嗎 這個老闆他很大氣 他每一年至少出國四次 日本、法國 而且不是他自己一個人去 他是帶著他的師父去 至少四次哦 你知道嗎 歐貝拉他在2011年的時候 對不起 2010年 他就已經自己做這樣的東西了 因為他去看了 他回來他立刻就做了 這個老闆有一個好處 他去國外只要看到 那麼所有好的東西 他回來立刻怎麼樣 做 就先做了再說嘛 因為怎麼樣沒有人做過嘛 好不好 不知道 走就對了 所以呢 在高雄 莫貝拉呢 很有名 因為會讓他覺得說 他一直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創新 是的 OK 接下來 我們放這個 湯河加盒果子 各位 有手機 請你把手機拿出來 現在立刻上網 Google 這個很貴 有人錯過我了 你立刻 現在手機拿出來 很貴 他憑什麼貴 他跟那個什麼合作 跟那個北投 四北投 你家海洋 你家飯店 我跟你講 你立刻Google來 這是他最有名的橘漆 各位 唐河加盒果子 你光是看這個 你會覺得是日本 是日本的嗎 是台灣的嗎 不會 不會嘛 各位 這一個橘漆 盒果子 他最近還出了一本書 叫做柔美的力量 現在就立刻上網Google 立刻看 不然你這樣待會就給你吃 台灣人到日本去學合果子 沒有留在日本 而且去學 學完回來之後在台灣做 各位 他的堅持 他所有的原料 他從原料 一開始非常的堅持 光是這一顆 他的代表作橘漆 一顆就要500塊 合果子對日本來講 是貴族在吃的東西 就是你要一次就是一個小口 搭配很好的茶或咖啡 各位 這就是產品的什麼 獨特性跟什麼 價值感 還有他一直的堅持 他剛開始完全只用網路行銷 現在然後這樣子堅持下來 漸漸漸漸漸大家會怎麼樣買單了 大家信任他了 然後他經營出了一本書 柔美的力量 可以去看 來進入他的網站 有沒有覺得網站真的是也太美了吧 那些產品 如果你看見他的果凍的話 你會嚇死 裡面有一隻精鯉 有一隻小小的精鯉 有沒有看到 OK 這都是合果子喔 全部純熟 好 你可以一邊看 然後一邊聽我講故事就好 然後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做分享的 這個是大陸的一個案例 閃失三 冰餅糖 他賣的產品很乾脆 就是冰 冰跟糖 糖賣的比較不好 他的冰跟餅賣的很不錯 這個有背景的 什麼背景呢 在西安這個地方 整條路 到處你看到都是在賣這些紅棗 跟這個核桃 跟那個什麼石榴 各位這樣子看不出來 紅棗很大顆 所以他有叫什麼狗頭棗 所以很大一顆 然後我們都直接去拿起來吃 你就是說在西安整條街 全部都是賣這個原料 大家都這樣賣啊 但是為什麼 這間店 閃失三 他就把台灣的精神帶過去了 他是台灣人 跟一個混民合作的人 他就覺得說 我要用在地的這些原料 然後來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他回來台灣取景了 所以我一進到他的店 我就說 欸 你是怎麼樣 你是整個把日出給搬過來的是不是 他就笑一笑 然後他這個冰 冰的技術 他是回來 跟那個六湖航空學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核桃 然後這個紅棗 閃失三 接下來要看囉 我們剛剛講的基因理念目標 對不起 我擋到你了 各位 他有三個理念 你要拍也可以 請你好好地執行 他的三個理念 我先跳快一點 待會再回來 上好食材 第二個是什麼 健康生產 第三個是簡化包裝 好 第一個上好食材 我唸給各位聽一下 對美食 鍥而不捨得追求 對味覺細膩精心的 考究 各位 不要我唸你們也看 以及對食材的用心追尋 深入食材產地挑選研究 感受農民們的用心 你只為了呈現最好 他所有裡面的原料 都是跟農民器做的 OK 這是他的理念 他的理念 上好的食材 各位你說到就要做到 這就是品牌的精神 你說到就要做到 千萬不要寫了是一回事 第一個上好食材 可以了嗎 好 這樣子 OK 你還沒對 真的嗎 夠清楚嗎 他晃大 好來 第二個是怎麼樣 健康生產 來喔各位 我要你們看看他怎麼寫的 原料是頂級的 可是我覺得這跟日出寫得很像 對 所以我的意思怎麼樣 模仿沒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找出符合你的 懂我意思嗎 來 原料是頂級的 次級不用 口味是大地的 化學不用 配方是健康的 油膩不用 堅持是麻煩的 但堅持過後 擔心就不用了 這有點真的像 日出寫的 所以嘛 就是回來這邊 你看 回來台灣學 然後再去大龍那邊 就在那邊很獨特 接下來第三個是怎麼樣 簡化包裝 追求美味的同時 他這三幅畫 各位 這三幅這個字 就直接掛在墊裡面 很大欸 很獨特 追求美味的同時 拒絕過度包裝 在簡潔的產品風格之下 單純地生產食品的同時 也能夠不浪費地球資源 減少垃圾 各位 未來如果你真的要做包裝 真的朝綠色環保 絕對是正確的路 傘十三的產品 均包裝簡單粉色呈現 這是他的三個理念 好 還記得嗎 第一個是什麼 上好食材 上好食材漂亮 第二個呢 健康生產 健康生產 漂亮 你們很用功 第三個呢 簡化漂亮 這班真的是 小蘭明年你上課會很有成就感 學員太認真的真的是 好 這就他的店 像不像 真的感覺很不好 那個feel 那個feel 對 就這樣掛在那邊 然後 二樓就是廚房 那這個都是做裝飾的 很像那個中藥行的感覺 然後這個包裝 三十三 有夢就去追 這個大陸人很醒 大陸年輕人還跟我說 大陸年輕人喜歡這句 有夢就去追 沒有行動的夢想都是耍油馬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耍油馬 好不好 有夢就去追 但是你要追什麼 自己要很清楚 好 產品的差異化 這邊我再舉一個例子 三本針汁 三本針汁的 來 同樣的那個湯 三本針汁不是要來台灣開一家米 因為它是米其林三星的主廚 要來台灣台北那邊開一家農林餐廳 來 它強調的那個湯 然後它的獨特性是怎麼樣 日本的高湯一般有分第一道跟第二道 第一道就是昆布煮完之後 然後柴魚放下去對不對 然後柴魚再撈起來 這個叫第一道 欸 它要找出一個獨特性 它就怎麼樣 我的這個湯 是第一道要完成之前的那個瞬間的味道 所以我這個叫0.9道高湯 各位 這差異就出來了 那0.9道高湯是怎麼做的呢 昆布煮完之後 這個字你就不用看了 昆布煮完之後 接下來要上桌了對不對 那個湯啊 我要上桌之前的兩分鐘 才開始怎麼樣 削柴魚片 不是柴魚片消好一整包包在那邊 沒有 上桌前兩分鐘 所以時間要算得非常的基本 才開始削柴魚片 然後要很快的輸入柴魚下去之後 要立刻撈起各位 這就叫做0.9道高湯 這樣有獨特嗎 人家都是第一道 我就要第0.9道 這樣也可以嗎 可以啊 你也可以來啊 那麻煩你就要做出這樣的味道出來 OK 這就是一個差距 然後接下來 產品的一個獨特性 在這邊 唉 我找不到比較清楚的 但是請各位用想像力 好不好 用想像力 師傅不好意思 那個魚 那個魚 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看到這張的時候 我也覺得 師傅看的是那個3D 好 謝謝 各位 他這個擺盤 一般來講 三本真正要強調就是怎麼樣 我的產品就是跟人家獨特性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邊 一般的魚是躺著上桌 我讓魚是游著上桌 那什麼叫做游著上桌 就是他在烤的過程當中 有點殘忍 但是烤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的那個嘴巴是完全是 他就是整隻這樣向下 然後必須要用那個竹筷子這樣 蹭過去之後 然後 對 因為這個時候呢 油脂會從嘴巴這邊噴出來 所以嘴會張開 然後魚那個 這個叫什麼 魚棋整個會張開 所以他就整隻 可以這樣站立著 然後感覺好像是在游著上岸 然後所有的美食家一看就會覺得 哇 這好像是魚這樣子游進來的感覺 好 所以到這個地方 我要讓各位 以上是幾個 日本、大陸、台灣產品差異化的一個案例 那我接下來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這個 這個是現在我們還正在進行當中的 上次也許已經有跟各位分享過 牛巴糖的 因為我都喜歡分享現在正在進行中的案例 這是現在進行室喔 而且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原本這個案子要輔導到今年12月 但是因為業者的一些行動都比較緩慢 我們現在真的連通路有幫他找好 我們很習慣 我們很習慣為業者多做一點 我們真的很習慣為業者多做一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從業界來的 我們很習慣能夠再為業者多做一點 但是通常都會怎麼樣 業者會退縮 我現在比方說我們幫他排進的一個 先進竹科的一個通路去做展授 然後我現在講都是實際的 比方說我們已經訂好 本來我們是預計11月4號 蛤?太快了 好 因為他們盒子還沒印 好盒子還沒印 那盒子實際上呢 原本的包裝也都已經鎖定了 還沒印 沒關係好 我們再找11月20 而且我們找進去的 展售的那個通路點 都不是一般的通路 我們就是要評估過後 銷售成績三個小時 有一萬多塊的業績 這樣算好不好? 很好 對不對? 很好對不對? 齁? 三個小時一萬多塊算不錯對不對? 我們找這樣的通路點先進去 而且我們就以現在這個品牌上進去 我說我們就抓11月20號為我們進駐的點 所以呢 來,你盒子印刷要說4天嘛 可以啊,我們就開始往前推了嘛 可以 但是現在呢 好像又要再往後說了 我就跟他講說千萬不要 我說如果我們已經定11月20號 就這樣去喔 不然將來成為黑年站 就再也進不去了喔 就這樣子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你們的心理想法會怎麼樣 然後他現在就在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再去想一下那個網路行銷活動 因為最近可能又有大陸市場怎麼怎麼樣 這個時候顧問的角色是幹嘛 趕快把他抓回來 不用,我們現在的目標是什麼 11月20我們要進駐那個點 這個產品就要先上去 因為怎麼樣 我們都ready了嘛 產品包裝設計也都已經做好了嘛 文案什麼全部都ready了啊 現在就是等你,你要去印 因為我不幫你印盒子啊 懂嗎?你要去印 然後就是要直接就是要上去了 然後再來11月20號當天 姐妹兩個都要在場 老師你的客人怎麼都這麼有錢啊 這麼有錢啊 對啊,因為時間往後那不是他浪費了更多嗎 我就,所以啊 昨天再來的路上火車我們還一直在那邊line 他就,我就直接問他 你最近會很忙嗎? 你台灣問我們 你11月20號他不去有的要去的 我們趕快跟你去 你看嗎? 我就問他一件事 我說你現在很忙嗎? 我為什麼問這句話? 因為他台中的工資才剛收起來 今天有在錄影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要講實際的案例給各位聽 實際的現象是這樣 台中的工資才剛收起來 也就是說現在他沒有任何其他的產品了 懂嗎? 他因為原本就在做OEM的東西 因為做批發了 這個還是有持續在接洽 但是問題是我就問他 你很忙嗎? 你最近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還有什麼比這件事情更重要的嗎? 他不會賺錢 所以囉 就是我必定了 所以有做沒做我沒關係 不是這樣意思嗎? 不然你要做什麼 對,做什麼要做什麼 他希望我們齁 這一支產品齁 能夠讓他整個的品牌起死回生 來,所以我們來看齁 這是來,我們從一開始 接觸這邊開始來看 來,這是舊包裝 這樣的舊包裝對你有吸引力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沒有 沒特色 好 沒特色 來,再加上牛軋糖不是自己做的 牛軋糖不是自己做的 所以當初我們在評估這樣的時候就說 喔!牛軋糖 你不會特別選哪一個品牌吧? 不會嘛 還好嘛 是不是?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說我們要用固質 我們要用包裝來 來 呼出我們的不一樣 但是會不會很成功 我不敢保證 但是呢 這些我們一定經過溝通的 不是啊 你講的是台中的那一家 本來排隊的那一家嗎? 他沒有排隊 他從來沒有排隊過 台中有一家 那個要預定 然後 對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喔!不是那一家 不是不是你講的是什麼 那個什麼? 就是 那一家自己做的齁 你想什麼米奇爾 還是什麼 那個唐春什麼的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忘了 那一家自己做的 你知道嗎? 飽了嗎?沒有吧? 沒有沒有 他那時候就是你現場他還不賣 你看 我連品牌在這個地方 各位都還是沒看到 對不對齁 好!我們就很快看過齁 然後原來的陳列這樣子 因為他本來還有賣 後來他們自己 因為他發現說 這個糖果是OEM的 我沒有信心 所以怎麼樣? 我想要自己做蛋糕 所以他們就找了師傅來 來喔! 他也不是一開始就會做蛋糕喔 他找了師傅會來做蛋糕的 然後呢 開了一個 就做了一個這種 這個藍色的包裝 還滿漂亮 那個有點Tiffany藍 來 來最後呢師傅也走了 還記得我剛剛前面講的 中小企業品還行銷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 人怨留不住 我人怨為什麼留不住? 告訴你絕對對你經營者有很大的關係 好不好 各位這個自己去想 我現在講的都是很實務性的 這就是實際的 很實際的 來 來!這就是他們當初做的 來來來來 很多人都以為做品牌就是做這些產品包裝設計 有!所以他們之前做了很多的產品包裝 OK 但是現在全部都放在那個地方 沒有在用 因為硬件也是要錢嘛 你現在拼幾個真的不錯 所以呢 他們接到一些單子之後呢 他就開始做一些組合 來!各位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面完全沒有一致 小蘭你這邊看得到嗎? 你有沒有發現外面是藍色的 然後裡面這些什麼 牛軋糖核藻酥 因為通通都是跟人家拿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裡面完全沒有一致? 風格不一樣嘛 看得出來啦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趕快拼湊啊 為了什麼?為了要消化這些 那些各位這就是我們時期的業者 我為了消化這些盒子啊 但是現在這個盒子 這個熱門底這個品牌已經沒有了 已經收起來了 開箱兩個月就收起來了 東西真的很好吃 我說實在我你吃過真的很好吃 但是為什麼我還要跟錢下去 啊有諸多的原因 兩個月就收起來了 所以做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通得不一致 然後呢 所以呢 他們那次要出這批貨 鳳梨書是因為跟快樂電台這邊有合作 所以呢 趕快緊急要求我這邊趕快幫他做了一個電卡 各位 我絕對不是我 這是 然後呢 再來 趕快要求我們緊急做一個電卡 好我們做 來趕快給我照片啊 產品照片 沒有 就只有這張 南藻核桃書有沒有照片? 沒有 桂園書有沒有照片? 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已經馬上拍啊 對啊 所以在猶豫什麼呢? 對不對 有人說 來那你趕快找 你們已經有合作過的攝影師趕快來拍了 為什麼 沒辦法拍 來為什麼 對說到 所以我就趕快先用原來的這張照片 來 會呼吸等牛軋糖 上次我們有講過 這家公司 因為我們剛開始在拍照的時候 來牛軋糖太沒有特色了 我說一定要找出一個特色出來 好 唯一的特色 他說 他說我們的牛軋糖很有特色 叫做會呼吸的牛軋糖 他說 喔 這個真的是 好聽 這個真的是 該怎麼去形容的 太有賣點了 太有賣點了 很有賣點嗎 所以我們就從網路上去找 呼吸的定義 待會兒再來跟各位講 來這是他們的鳳梨書 這個設計你會喜歡嗎 不會 好 所以來 我就真的從網路上去找 因為 我現在開始從定義開始找 各位 呼吸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就從網路中文英文都找 找出來了之後 發現說有能量的轉換 還有什麼 跟消費者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定位成怎麼樣 跟消費者會息息相關 瞬息萬變 又不是能量的轉換 所以我們決定了 這個牛軋糖的呈現 裡面必須能夠 除了這個量以外 還要有能量 那這個能量來自於哪裡 很好笑嗎 這個能量來自於哪裡 每一個產品裡面 我們會放一張能量小卡 能量小字條 而這個小字條 來自於哪裡 這個image來自於哪裡 小時候不是如果看到喜歡的人 快採一張字條 我們還不要一卡片 就是以前小時候在互傳的字條 我們要做成像那個樣子 我們寫了24首 快逼死我的文案人員了 他說你答應他那麼多首幹嘛 我說沒有 因為我就想到24節起 所以我要寫24首 他說 他寫到第12首 就已經快要斷氣了 已經快要斷氣了 好 我說不行 不能呼吸說得太好了 說這個案子太有意思了 我們寫24首能量 所以你打每一個盒子裡面 都會有一個能量 這樣有點稍微有點不同 而且這個是來自於 以前那個想法 有吃過那個fortune cookie嗎 幸運千餅 國外才有 幸運千餅 有沒有 就是頭紅板鏡去過的是怎樣 然後就會有一個餅乾 打開裡面有一個幸運指標 來自於這樣的一個靈感 靈感是來自於那邊 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打算從第一個 要不止熱量 還有有能量 然後我們要把它做成 跟我們息息相關 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是什麼 在呼吸之間 你要去想要說 過去會讓你能夠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所以我們就從日記裡面去做什麼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要有第二個空間 那第二個空間就是什麼 就是 你用什麼來寫日記 所以我們想到日記這樣的一個本子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包裝 我們就要用成像日記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呈現 這樣給我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然給我加糖你看看我做什麼樣的包裝 各位 好 來喔 所以來這邊 一呼吸一回味 每個人都應該要有第二個 能讓生活舒展的秘密時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開始想出來 叫做second diary 就是第二個秘密空間 所以這個就是呢 你們還可以吧 還可以喔 這是現在正在進行的案子 這不是胡亂掰的喔 這是實際的案子 結果這個概念一出來 沒想到怎麼樣 那個業者啊 他說天啊 他太喜歡了 我剛開始把這個呼吸的地理找出來之後啊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要這樣的概念 他說天啊 這是潛藏在我心中已久的 沒想到你竟如此了解 他立刻就回我 然後回我之後呢 我心裡就想說完蛋了 這是怎麼回出來 啊 誰都很快點 但是這是怎麼回出來 我們的視覺人員 天啊 這要怎麼呈現 我們就用日記這樣的呈現 所以這個日記我們分成四套 我們分成怎麼樣 不同的人 就像剛剛的東京瓦斯 有爸爸媽媽 有奶奶 有小孩 小孩 對 所以呢 這個日記我們分成四種 第一個呢 日記我們叫做什麼 親之聲 親之聲是給什麼樣的人 很喜歡收集信紙 紙條的人 然後 這裡就打開 來各位 這段文案我唸給各位聽一下 因為你那個字可能看不太清楚 秘密日記就像一個秘密基地 你先聽好 打開月光寶盒 能帶你到任 能帶你到最想回去的地方 每一次深呼吸的時候 都讓我們停下來回想 你用什麼寫日記 那是時光之要 要什麼要 你的生活記憶 與不可言說的想像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文案 老師你麻煩一下前面那一章再調一下 其實這個你們應該不能拍 因為這個是現在正在進行的 麻煩全部先收起來 正在進行的各位 我們還沒上市呢 已經拍了就好 就留在你的那個手機裡面 沒關係啦 留在你的手機裡面好不好 我們有個共識 因為正在進行 真的是正在進行 第一個是親之聲 第二個是什麼 你買遊園地 那遊園地我們是要給誰呢 就是很喜歡收集玩具 玩具的人 這是屬於遊園地的 你就來買遊園地 所以這四盒 你可以分開來買 你也可以一個組合包 這是當初我們的一個想法 欸你也很喜歡啊 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才開始這樣下去做 第三個呢 叫做什麼 心靜 心靜湖 代表怎麼樣 很喜歡收集照片的人 所以有喜歡收集玩具的人 就喜歡收集 我啊我已經就是很喜歡收集書籤了 嗯 然後再來就是很喜歡收集照片的 我也很喜歡收集照片 OK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模擬 我們的小字條就是像這樣子 齁 能量的 然後再來裡面可能還會放一個那個照片 後來因為成本的考量 我們就不放這個照片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什麼 紙牌屋 代表很喜歡寫日記記錄事物的人 我覺得我要買一整組 因為好像每一個我都 除了玩具 所以我買三個齁 但是我買一整組 然後那個玩具我送給別人 這樣子 我送給小蘭 OK 開玩笑的 好 這個就是一個四本這樣的一個 然後這是我們的打樣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的示意圖 這是我們的實際的打樣 感覺怎麼樣 你覺得這一款這樣子 如果想買的話 你會花多少錢 小蘭不要講 四個嗎 對 一組 一組 四合 一組四合 這樣你會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 對啊 幾顆牛肝糖 幾百克 幾百克嗎 一顆差不多 差不多九克到十克 我們這樣子放過了 原來這樣的設計 差不多放十顆 一小盒十顆 一小盒十顆 一切好了 四個set的那個 這個嗎 不是不是就對了 四個set 誰講一千 我 真是好人 來還有沒有 一千一次 來一千兩次 來 五百六 五百六 好人啊 太棒 一千嗎 來大哥您說多少 一千二 真的是 你看有沒有市場 他有市場 我跟你講我今天應該要做這個紀錄下來 真的每一個人把你們 願意出的價錢寫下來 我直接拿回去給業者看 真的是 沒有信心欸 沒有信心欸 我以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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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幫我自學 他要去拿錢 他去ADM 他去信念 怪你 好感動 你剛剛 你覺得這樣子有值五百六以上嗎 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覺得值五百六以上 來 各位我很感動 是什麼 你們剛剛沒有任何一個人跟我說 老師 十顆而已 雖然你有問總量 但是你沒有跟我 我沒有聽到一句在講說 十顆而已 有講沒有講出來 真的齁 你會覺得在乎這個入數嗎 不會啊 是不是 他非常有塊熱白 老代的思考模式已經被轉換成送禮模式 你看 你看很適合送禮對不對 自己吃就絕對不會買這個樣子 這個很適合拿來送禮對不對 我剛剛在講的時候 你已經想到你要送給誰了對不對 朋友 名單的都可以送 老師那個糖和家那個 人家送我 我去 我還打電話去那一家溫泉會館 問啊 對 裡面五顆喝果子 兩千八 清新溫泉嗎 嗯 不是 喝果子 喝果子 對 那糖和家 糖和家 就五顆而已喔 然後一個小 就是一泡的小set 是 兩千八 是 對啊 所以 但是他做得很精緻對不對 對啊 送禮 所以這個非常適合怎麼樣 送禮 所以你看 最低都有五百六耶 當然我們的價格比五百六稍微高一些些 你一千要開玩笑都太棒了 一千二大哥您是好人啊 真的是有市場 來 所以打開呢 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感覺有一點點嗎 這樣更有價錢一千 我應該要錄音 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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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一定要把它 有個側錄 我要跟那個林先生要一個側錄帶 我要給他看 在哪裡 林先生在哪邊 他會把我們的聲音錄進去 如果說實在 我還沒去 各位 我真的是要 最後因為成本的考量 然後呢 決定怎麼樣 外盒就不做了 蛤 所以 那就沒有整套啦 對 他就會變成怎麼樣 就是賣單盒 單盒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好像不尷尬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在印外盒的時候 一百多啊 七八萬 那一盒如果買單盒 你會願意花多少錢 一百塊 一百塊 完全沒有價值 對 一盒就變成一百塊 對 哇塞 這一般真的好狠欸 可是好珍惜啊 然後就變成五十了 對啊 林終於發話了 林終於發話了 真的是 他回來了 一包剩兩顆欸 沒有沒有沒有 一盒的啦 一盒啦 因為外包裝有它的殘養價值 外包裝能不能留 會決定我們到底要花多少錢 你說這一個嗎 沒有 而且它的Value完全 外包裝 因為你要送 你一定要給我外盒啊 所以它呈現的Value完全不一樣啊 你看吧 對啊 所以各位真的是 我們非常有Sense 你們真的非常有Sense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我趕快幫同學問啦 這樣子一個SET的那個方案的話 嗯 值多 我們要花多少錢啦 啊 如果你覺得 顧問費的話 不是補充費 這整個的一個輔導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你認為 你來顧個獎 對不起 剛剛早上臉 趕快趕快 大家趕快說 你顧個獎 請見獎 請見獎 沒關係嘛 反正不用負責任 不用負責任 對隨便講一個 二十萬 二十萬 只是你的輔導 我們就是設計嘛 嗯 輔導 設計文案 這樣子 有打樣嗎 打樣有 五十 就整套嘛 整套 而且還 這中間打樣其實說實在 實際上還經過很多次的什麼 你知道嗎 可能本來已經說好是這個樣子 然後後來又 你什麼 然後最後我告訴你 現在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最有耐心的設計師 已經直接跟我說 然後所以現在實際的狀況是我 今天真的有不贏耶 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要對業者負責任 好 那我也得安撫我的設計師 所以有耐心的設計師已經就 很不錯 因為已經做的太多了 因為已經額外幫忙太多東西了 我現在我只是想到說 要讓他能夠上市 那這個有輔導金的嗎 當然了 這個是業者自己付費 不是政府案的 對 三次打樣三次 差不多 真的齁 下次真的 我的案子我要直接來找你們 所以你看看 你看看 我坦白講 我坦白講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想到我說 唉 不講這些 講這些有點太矯情 好啦 不一樣 老師你還公布答案啊 你沒有公布答案啊 公布答案嗎 公布答案嗎 這一個補導案嗎 20萬你剛剛大哥講 對嘛 是不是很有良心 對 對 是很有良心 真的 我跟你講喔 而且我們考慮到的是什麼 因為他剛收掉一下公司 我講真的 而且我們很 我們本來是很聚焦說 我們就先做地款優格阿糖 而且我跟業者討論過 這一對姊妹她們想要做的是 未來她想要成為 她想要做的是 整個都是茶食小點的專賣店 所以我們幫她 我覺得說 喔 我們剛開始的概念叫做兩全其美 因為兩個姊妹嘛 Too sweet 兩全其美 後來我就跟我司機師講說 要不要不要 我覺得我們這個定位應該是 Too sweet 茶食小點 Too sweet 茶食小點 因為未來 我不只有賣牛軋糖 牛軋糖是我的第一款產品 我後面還會有其他的 而且我建議說 拜託你未來一定要自己自己吃這些產品 所以牛軋糖是我們推出的第一支 所以我們是 然後第一支呢 這個牛軋糖的名稱叫做 Second Area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因為他們剛收掉一家店 所以我在想說 好 我們focus在牛軋糖 我們就只做這一個 我們只做這一款 產品包裝設計文案 DM 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 我告訴你 連臉書這邊 我們都還幫她帶經營 我在輔導計畫裡面 因為我知道他們 對 因為我知道他們很忙 對 所以其實後來會變成怎樣 額外多出了很多的東西 那已經是超過原本所定的20萬 但是呢 這些 實際上來說 這個就不要這樣 反正 重點 所以她現在 她現在11月20號 現在變成 這個是已經確定 沒有 她11月20號 不是這樣 11月20我跟她講 千萬不能取消 絕對不能夠取消 各位 這是 像這樣子的想法的業者 不是只有這一家 因為當你今天面臨到 坦白講 你不是沒有錢 而是你很希望你 因為你失敗過 所以你會希望 你付出去的每一分錢 立刻就要能夠看到成效 但是市場不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今天你這個產品 真的不是很有獨特性 你要體驗到這一塊 那這一個包裝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能不能夠去表達 去讓人家能夠體會到 有沒有這種年紀 這也要靠你們姐妹兩個 比方說像她 會跟我講 要做DM 因為認為DM才是 跟顧客建立關係 最好的一個工具 你覺得適合 錯 我跟她講 我說沒有 我說一剛開始 對你們的根本不堪 我說像你那個展獸會 我說靈魂是什麼 我說是你們姐妹兩個 我說靈魂關係是你們姐妹兩個 是不是 你們姐妹兩個人 對烘焙的那種熱愛 對家庭的那種熱愛 你要把它展現在產品裡面 人家喜歡 是喜歡你們姐妹兩個 所以你們兩個一定要一直出去 但是現在我告訴你 各位千萬不要有這種 自以為是的觀點 我不是說他們自以為是的 而是說你千萬不要有這種 我們說要避兇嘛 避兇 有的人會認為怎麼樣 我幹嘛出去 我直接找什麼什麼就出去了 我說你知道嗎 你是可口可樂嗎 不是欸 你現在還只是一個默默不知名的一個 你還只是個nobody 人家還不知道你 欸 人家還不知道你 你還不趕快努力出去的 好好地去行銷你 不對的 來繼續往下看 然後就是2SuiteX10小點 然後粉絲專業 然後繼續 來來來 各位 我們不是有24手能量羽嗎 嗯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有4款產品 對不對 4款產品分別代表不同的人 所以我們的行銷活動 會根據這4款不同的人來做行銷活動 然後24手能量羽呢 每一個禮拜會會放一次 我待會讓各位看 來第一手能量羽 我們是其實用版面的 那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設計師自己拍的照片 所以這樣完全沒有任何版權的問題 我們自己拍的照片 把我們的能量羽這樣寫上來 還有漂不漂亮的 我們 我們講 這是完全是文青在看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鎖定的其實是文青 所以 有的喜歡 有的不喜歡 可是這就是我們想要 這個我可以拍嗎 這個在網路上這個可以 真的 Facebook上可以 你可以去 趕快 今天全破通了 今天拜託 今天要按讚嗎 拜託各位幫我按讚 分享 朱子味 趕快趕快 朱子小點 拜託一下 是茶匙小點還是 朱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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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小點 拜託各位幫我們按讚 沒有 OKOKOK 然後 拜託各位 看老師我們的輔導費有沒有 可以 打客 打客要打大骨骼 沒有我還是 老師我們有打卡打折 太棒了 真的 對我來說錢永遠不是重點 真的 欸老師錢太多了 不是 不用去管錢 錢永遠只是 錢是無價 錢是無價 我跟你講 今天你會賺多少錢 來自於你的服務多少人 嗯 你服務的人越多再來 你的心想的越多 是要幫助更多的人的話 我告訴你 你的錢是 用去想起 老師要讓他成就感 啊 是 對 一樣的成是那個成就感 哦 您真是得了解位啊 真的是 這是我們活著的價值 嘿 來 OK TOOSWEET 查詞小點 各位有齁 有跟我們按讚齁 有有有有 現在真的按 你也可以按下我的Facebook 好 老師你的Facebook 你要公布啊 好 蘇生黃 我就是蘇生黃 我就是蘇生黃 蘇生黃 蘇生黃 是這樣找得到嗎 找不到 找到另外一家耶 有有有 我找到了 TOOSWEET 查詞小點 應該是我們這一家 你找到了TOOSWEET 是另外一個香港的吧 有啦 有看那個封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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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拜託請幫我們再那個 多做分享 謝謝 謝謝 太棒了 你的蘇生有那個 蘇生黃 沒有沒有 就蘇生黃 沒有沒有 就蘇生黃 大頭天哪一個 那你用那個 你用那個網址來找一個比較快 2353 at cpc.gw 2353 at cpc.gw 我發現這一班怎麼搞的 每個人都在用手機耶 老師你叫我沒有媽 喔真的嗎 謝謝謝謝 沒有沒有你們很熟練耶 2353 at cpc.gw 你要什麼你跟我講 沒問題 真的真的沒問題 這個媽 這個媽 老是那個媽 沒問題 對對對 那個 需要那個嗎 需要留言說老師我最安的嗎 很忙 需要說老師我 我是這一班的 然後我鼓勵有 請打五折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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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反正錢都不是 錢都不是入我口袋 沒問題 可是我現在有一個產品 就是一直想做就是你剛剛做的 真的嗎 我們可以下課來討論 因為我還有案例要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可以總換一點 麻煩你們一邊聽我講故事 一邊就打卡按讚 你要去我的那邊留言匪 然後來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篇就叫做 沉溺 沉溺 我告訴你喔 看起來 各位 我告訴你 這很好玩的喔 你看起來好像是很絕望的 這是我們能量卡的相關語 看起來好像是很絕望 可是實際上在我們這邊呈現的是什麼 是有希望的 也就是說你現在好像已經快要成立了 可是實際上在我們這個能量語裡面 他是帶給你一個希望的 然後再來各位 我們是不是寫了24首 我不曉得你已經想到了沒 你知道嗎 我心中的期待 如果這位姐妹 因為他們真的會做烘焙這一塊 他們也很有興趣 只是投入的時間可能不多 我24首能量語都有不同的那個 剛剛的那個叫做同學 這個叫成立 都會互照片 我告訴你 將來 你的產品 你的牛軋糖 就好像口紅一樣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名字 當你現在想要放空的時候 你現在想要成立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吃什麼樣口味的牛軋糖 喔天啊 這個太多元素可以去變化了 你知道嗎 對 是的 喔耶 你看 我們自己在那邊想得開心而已 對對對 我告訴你這個都講過 當然實際上狀況是怎樣 他們每隔一個月就會 又遇到那個精神壓力很大的時候 然後會來找我抱怨 然後我們會講 會給他們活動 又充滿了約氣 然後再去一個月時間又到了 又再來 又變成這樣 可是這個後面你真的可以再去 好好地發揮 然後來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臉書的那個活動的鬼滑 來比方說像第一 第一個我們大冒險是 因為是你才可以的事 這個就是我們的活動 這邊就先不要這樣 來 然後再來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我11月2號那一天 在樂田麵包屋我所拍到的 我這邊很快 因為待會要休息 來 樂田他現在也出牛軋糖 你幫我賣79塊 現在還給你打85塊 哇 哇 10顆 10顆 來我告訴你喔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因為像我喔 我在想說我時候 我是不是都在太早都在公開 我們正在執行的東西 你知道 它裡面的東西啊 裡面有一個文案啊 我說欸 這個整整往我們扮演 而且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這個 我就給我葉子看了 你看他用 當初我們跟葉子討論過 他絕對不喜歡用這種 最簡單的包裝 但是你看樂田的優點是什麼 他的強項是什麼 他現在已經有通路了 所以他現在產品 我說實在的 牛軋糖 一出來之後 他只是換了一個名稱 換了一個文案 他立刻用最簡單的包裝方式 直接就立刻上來了 好 待會讓各位看 這個叫做什麼呢 牛脾氣與什麼 軟心茶 各位 半年前我們就寫過 我就愛你的牛脾氣 而且就是牛軋糖跟餅乾在一起 就愛你的牛脾氣 因為有硬的跟軟的 這樣的一個結合 因為有時候我們人跟人之間 雖然經常在吵 可是我就是沒辦法離開你 這個就是又有 我們都跟情感相關了 來 你看喔 就愛你的 牛脾氣與軟心腸 牛脾氣與軟心腸 那軟心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把他每一個產品 用成大人小孩都很容易入口 因為有些牛脾糖很硬 有些人就很軟 這個你可以拍 這個就沒問題了 這個熱錢的 你可以拍 牛脾氣與軟心腸 來喔 我看廟哥今天要來 牛脾糖的牛脾氣與軟心腸 堅持以什麼 精品級淨化奶油取代香精 他這個時候出來了爭執時候 因為現在食安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他立刻把這個文案改了 小白以前你就在做這種事對不對 非常你看非常普通啊 所以我告訴你 他這段時間一定會賣得很好 而且現在又打發我這 堅持以精品級淨化奶油取代香精 打破市場潛規則 好牛 反正要跟牛 淺成大關係 然後再來 放棄硬牛軋糖 西裝鼻挺的美麗外貌 讓一家大小都能輕易入口式軟心腸 所以他這邊叫做什麼 牛脾氣與軟心腸 立刻上次然後就擺在結帳櫃檯 然後結帳人員還做麵箱 在幫你結帳麵包的時候 立刻就說欸還不在家 各位現在有打包子喔 我開玩笑我告訴你 我是因為喜歡吃牛軋糖 而是因為正在做牛軋糖 所以立刻就買了 然後所以我就跟葉者講 再不做嘛 你再不做嘛 再不上次我告訴你 可能再過半年 他降無了過去了 可能我們又上去了 又有人這樣做 所以我說動作一定要快 好這個就是剛剛給各位看 這是小茶栽糖的 馬卡龍 剛剛是馬卡龍 牛軋糖裡頭 來喔等一下我把這個看完 各位這邊看完再下課 來你看 不是休息啦 不是下課 這是翻堂吧 各位很清楚是這樣的 各位你們覺得好看嗎 好看啊 而且它是只有在過年才推出這個樣子喔 來 然後我拿給葉者看 葉者會說什麼 對 也沒什麼喔 哈哈哈哈 阿卡龍 麻煩每次都要戴棍子啦 OK 我要看的是這種 特殊節日的 人家在特殊節日所做的這樣的一個 而且就只有過年那段時間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附上什麼 茶包 來我現在要講就是這個百年老店 你庭香 經典小泡芙 各位吃過嗎 我強烈建議拜託各位一定好吃 非常好吃 你庭香 我 你庭香 本來就一般般的小泡芙嘛 這個叫台灣馬卡龍嘛 這裡可以拍沒有關係 它在上面怎麼樣 1260 它在上面給你留這個 然後過年的時候呢 還附上這張貼紙給你 你可以在上面怎麼樣 自己貼 過年的時候才有 是很可愛 對 這樣子一盒兩成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 兩成 兩成 每一成都九顆 而且 18顆喔 九顆 一成合九顆 兩成 他是小顆的嗎 算蠻大的 算蠻大的喔 算蠻大的喔 那用什麼包裝外盒 外盒喔 外盒喔 就這樣子 雙層 然後這跟一個提袋 這樣經典小泡芙 600 而且口感非常的綿密喔 一盒 好了280 剛剛才250 好來這個是過年的時候的 一般的那個叫做什麼 杯子蛋糕 但是呢 硬硬過年 今年的馬年 然後做這樣一個特殊的動畫 我現在要跟各位介紹是 我們到那個季州那邊去的時候 各位 他們所有的農民和產品 就是固定每一天都在這邊 就是做所謂的市集展示 小蘭這個應該有看過 他就是像這樣的一個市集 OK 所以剛剛拿那個什麼 金正花給我看這位大姐 你一定要做包裝嗎 不一定 你懂嗎 因為包裝投入的都是很多的這些費用 但是呢 我認為要有一個這樣一個什麼 一個共同的品牌 就是這個市集 這是一個共同的品牌 這是就像農夫市集一樣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大家可以信任的一個單位 好我讓各位看 你看一來店包裝裡面很簡單耶 各位很簡單耶 然後因為那邊產那個柚子柳橙之類的東西 所以他很多的產品都是跟這些有關 他新鮮的水果 新鮮的柚子柳橙也在這邊賣喔 除了餅乾 他甚至還有賣那個什麼 你知道嗎 鮮榨的柳定汁耶 漂亮 我告訴你柳橙有分好多個品種 來喔好多個品種 每一個品種就不一樣的價錢 你要喝柳橙汁買有四種價錢 你就選你要喝哪一款 我就用這一款的品種 然後就現贊給你吃 我們感覺真的很棒耶 可不可以賣柳橙汁 可以啊 就在現場 而且他現場讓你看非常非常的乾淨 來 然後這是糖果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柚子胡椒 就像你剛剛我剛剛看到那個什麼 黑金剛的那個 黑金剛那個花生嘛 包在肉粽裡面 欸一樣有這種獨特性的東西 然後你覺得他這個包裝會很 會很獨特嗎 也還好 很多東西都這樣沒有 就是沒有過度包裝 我待會兒直接先跟各位講 品牌識別系統的一個建議 那四個圓圈圈 各位 包裝絕對是最後面的事情 了解嗎 包裝設計放心 絕對是最後面的事情 重點真的是在於這個 你的品牌的定位 你要賣給誰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再來產品本身一定要好 這是一定的 包裝設計真的是很後面的事情 所以我要建議就是 唉 你覺得這個包裝會很OK嗎 沒有 但是為什麼會吸引了他 你看現在因為很多的那個路客啊 現在你去日本幾乎都會看到很多的中文 和歌山 和歌山的流程很有名的 他連這個玩偶 吉祥物都做得這麼的精美 來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有四種價錢不同的流程 然後現場的就自己選 我也選 反正我就選一個最貴的來回就對了 唉呀 什麼都不 唉你去一個地方 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你給他選一個最貴的來回就對了 選一個最貴的 然後你看那個服務態度非常好 OK 我要講的就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共同的品牌 各位千萬不要單打獨鬥 但是呢 共同品牌真的不容易 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最大的 誰也不服誰啊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到的最大問題 我們也有輔導過群聚 中小七年在做群聚 從一開始要找六個業者 第二年變成八個業者 第三年變成十二個業者 我告訴你 沒有誰願意去當那個 Leader 沒有沒有 大家都想當Leader 沒有人要當後面的人 每個人都認為說 都想要聽他 但是齁 那個話很大聲 不要聽他 那個人又不會出錢 你知道嗎 唉群聚是每一個廠商都要付錢的 然後最後的實際狀況是怎麼樣 那個默默不講話的那個人 他付所有的錢 你懂嗎 這個是完全沒有了嗎 沒有天理 沒有天理的事情 劃到最大聲的最高的價格 所以我們是最大聲的 不要比高 不要價格 做得到 所以我告訴你 那個女人你絕對不去劃這個 他不會這樣子一分之一 他一定就是默默的 然後因為他希望把事情做好 所以他去哭這些人來 他說我幫你出錢 我們把事情做好 因為我們一定要共同行銷 但是其他人都去那 發到發到很大聲的 那個三萬塊一個外出 然後每個人要交三萬塊一個外出 他就這樣每個很大聲的 這個千萬我們不要避免好不好 好 剛剛看了這個實際的案例 我給各位看這個實際 然後我把這個先拉到前面來講 因為剛剛大家一直很想要知道這個問題 我在這邊先跟各位講 我前面只是讓各位看你的定位 定位就是要有獨特性要差異化 剛剛讓各位看一些差異化的案例 現在 我今天有跟各位講說 行銷制律規劃流程 你一定要背起來對不對 剛剛前面的那個你要背 告訴你各位 這張也要背 千萬要背起來 而且這張是你的觀念很重要 就是說 整個的品牌建立不會有其他的 我跟你說 你這張如果你全部搞懂的話 你不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各位 品牌的建立就是這四個圓圈圈而已 而且順序不要搞錯 品牌的建立就是這四個圓圈圈 沒有其他的 第一個是什麼 定位 我剛剛講的定位 還好剛剛有先講定位 那這個定位 各位 不是我們十分鐘就討論出來了 不是我們三天就討論出來 我跟各位講實際的 我之前補導的第一家業者 到現在還在補導的 你看從我已經公司就補導到現在 你看這家業者 真的是 我們第一次要幫他們找定位 我們一個禮拜下去補導一次 我們花了將近三個月時間 才理清楚 你覺得容易嗎 不容易嗎 因為怎麼樣 定位是什麼東西 來喔 要做些什麼 根本不知道嘛 業者聽你講完之後 不是只有講這一次 因為你在很理智的時候講的東西 可能只是你講的所有東西 我們都要記錄下來 再來在你很放鬆的時候 我們要記錄下來 再來你小時候的故事 我們要記錄下來 你少女時代的事情 我們要記錄下來 你是什麼轉機點 讓你想要做生意 然後再來越做越大 那個關鍵點在哪裡 我們都要記錄下來 再來還有還要訪問員工 再來還有有供應商 再來還有有消費者 所有的通通我們都要記錄下來 各位這都是看起來很平常的事情 記錄下來之後 我們要從這當中去找出元素 找出什麼樣的元素 找出消費者感到興趣 會跟他們內心產生連結的元素 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去寫成品牌故事 還有寫成Soldan 然後再來品牌故事有長版跟短版 這樣子理解嗎? 所以品牌故事拜託 我在講這個課的時候 有人都跟我講 黃顧問你們太厲害了 趕快 來幫我寫個品牌故事 那些都很甘的 在你們共同做到寫的 青菜便便便的就好了 各位我們不做這種虛偽的事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找出一些很簡單的元素 比方說會呼吸的牛軋糖 那我們從呼吸的定義開始找 我們去幫你找出這些元素 然後加以延伸這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以為說品牌故事都是假 好嗎? 假名人無法感動人心 各位可以理解嗎? 來各位我要在這邊 再跟你們分享一件事情 因為前天才剛發生 前天是11月 因為我禮拜六那天我在講課 我在一個系列講課 西北影像 這都很真實的 11月1號禮拜六那天 我在西北影像講課 我跟各位講 你可以手機立刻拿出來Google一下 我看到一張照片 而且是翻印的大張的輸出的 因為西北影像完全是做輸出 你可以先Google西北 東西南北的西北影像 西北影像它是做輸出的 我那一圈會講課 我在他們的六樓教室 我看到一張1947年拍的照片 好像叫做牧羊童吧 我當場我立刻說好感動喔 我說不上來的感動 我說好感動 我立刻去幫他拍照片 結果呢 他們同學就跟我講說 老師這個是我們創辦人的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老闆的爺爺拍的 他是台灣很有名的一個攝影家 你可以Google一下李明彪 我說啊我不曉得 我知道 我知道狼金山不知道 OK好 因為那個北虎那邊還有一個什麼 鎮南光有沒有 李明彪 彪就是那個大鵬鳥那個彪 然後彪是一名驚人的名 李明彪 你知道嗎 我一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 我說哇 說不上來很感動 然後我再去看了李明彪先生他的一些 我說那難怪 我的意思就是說真實的東西 你這個能量你即使你看 即使是翻譯的 很奇怪 透過攝影師他那個 那個眼光 小朋友現在詞不答應 可以了解那個意思嗎 對不對 就是你想要傳遞人的眼光 你看即使從1947年到現在 你知道嗎 還是會感動到即使我不懂攝影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我一看我就覺得感動 感動 原來是大師拍的 難怪了 之前我完全不懂攝影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大師 再來我再講一個 上次我應該有跟各位分享 我說那個飯 你們有沒有聽過我講過那個飯 能量 有嗎 有嗎 忘了齁 那我再講一次 我說如果你今天很用心的話 那個能量真的會傳遞的 我說一定要真實 我們做人一定要實在 怎麼說呢 要用心 因為如果用心消費者絕對會感受到 我那天去參加一個研討會 沒有看什麼影片喔 就是很嚴肅的研討會 中島在攝影的時候 他就噴那個電動來 用環包碗裝的 環包碗 我以前看到那個碗說 如果這麼小碗 你怎麼吃會飽 因為那天我很餓的你知道嗎 我的內心在那邊滴鼓著 太不尊敬了 結果那個飯一來之後 我拿著我 唉唷 很沉耶 很重耶 這個你知道嗎 蓋子一打開 我吃素 裡面的那個菜我當然還記得 兩朵青花菜 兩朵打結的海帶 一群納蘿蔔 一群納蘿蔔 一片納蘿蔔 然後再來 那個紅蘿蔔跟那個紅色那個叫什麼 玉米 紅蘿蔔丁 跟玉米 兩塊豆干 底下是五果飯 就這麼簡單的飯菜 你怎麼知道 我為什麼把麥芽撈來 歐 歐 歐 真的很美 很美 我沒有看過這樣的擺盤 而且碗還小小的 再跟他擺 再來 筷子 那個環保 那個湯匙我就拿出來這樣一吃 你真的做 這個時候我撈不住了 真的把麥芽撈下來 一直拿下來 一直拿下來 趕快手放拿出來擦 旁邊人在看 你怎麼知道 那時候就跟我的心產生連結 這我一旦馬上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馬上跟我的心產生連結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飯菜 它能夠煮得這麼的好吃 當下我為什麼眼淚立刻掉下來 我沒有命量 完全是一吃 眼淚就掉下來 因為我吃到什麼 我說 怎麼有那麼的用心 我現在講的又那個 怎麼那麼的用心你知道嗎? 結果那天就這樣吃吃吃完 下午的時候 那個人就出來在那邊講 人家小學還沒畢業 但是他覺得今天來為大家煮這個飯菜 他覺得非常非常的很榮幸 所以他很用心的 就召集了一群媽媽 就跟我們什麼甜媽媽一樣 一群的媽媽大家很用心 而且他就是全程監督很用心 因為這是人家買這個人家 很用心 各位他這樣用心 我有感受到嗎? 有 真的有耶 所以我說 今天你如果真的做用心的時候 你倒一杯茶 或是你炮的 你有感覺你一天做用心的時候 你煮的咖啡都會出貨裡面 你煮的菜一定都很好吃 你心情好的時候 煮的菜一定絕對很好吃 是不是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藝術 這個能量是會傳遞的 所以各位我要講 品牌故事不要騙人 你不要騙人 可是我告訴各位 不要忘字北多 不要以為自己都沒有什麼故事 群人類有 只是你很容易怎麼樣忽略了 各位都活到這把年紀了 肯定有一些故事 只是說 我們要拿出什麼故事 來跟消費者溝通 我說行銷的本質是哪八個字 還記得嗎? 不要翻講 不要完全點費 這樣可以嗎? 不要看起來 行銷的本質 建立關係不斷溝通 好漂亮 真的是 對 建立關係不斷溝通 好 來 故事 一定要先有定位 定位就是你的獨特性價值 這個 然後找出這個故事之後 來 寫Slogan對不對 Slogan千萬不要超過12個字 因為超過12個字 消費者會記不住 品牌故事我剛剛講 有長版跟短版的 長的你可以放在網站上 短的也許可以是在我們的 那種什麼電塔 或者是我們做的年紀片 這樣的東西上面 或者我們的包裝觀念 再來 第三個才是去做什麼? 包裝設計 美感的設計 再來 如果你有電的話 你電的那個什麼? 氛圍的音障 完全都要follow你的這個品牌精神 假設你的品牌精神 品牌就會給你那些溫暖的感覺 你的電的設計就不能是黑色系的 冷色系的 這樣有了解嗎? 但是很多人在做品牌 都會先怎麼樣? 後面做品牌 你把貓最多找設計師來幫我寫給影片 幫我寫給包裝 幫我寫給什麼 這個完全是粉末導致 因為還不曉得你的特色是什麼? 這樣子了解嗎?各位 然後各位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講到對外的公關 宣傳廣告 我都還沒有講到那些 這個都只是我們自己在裡面的事情 第四個經驗這個顧客體驗說的是什麼? 老闆你絕對是最熱心的人 你絕對是對你品牌或是最熟悉的人 走你一遍槍槓 或者你今天有請通路商 有請經銷商在幫你代銷的時候 各位那個人他也代表了你這個品牌 你請的員工也代表了你 他必須要跟你一樣這個什麼? 他必須要跟你一樣 是完全非常熟悉這樣的品牌 精神跟故事了解嗎? 不是只有你才能夠去傳遞這個熱情 而是怎麼樣? 你的每一個員工 你的每一個合作夥伴 都必須要能夠傳遞這樣的一個熱情 這樣才會有一個什麼? 一致性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什麼? 顧客的經驗 也就是說我不會說我自己自己接觸 我就是指定找你就對了 你明天休假我就不來了 因為旁邊的你請的那個員工 服務人員 他沒有辦法做到像你這麼的一個熱情 這樣子了解嗎? 顧客的經驗 然後再來 顧客的經驗除了面對面之外還有什麼? 比方說我今天電話打來 電話打來接電話的那個人 他的整個的服務態度夠不夠專業?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網站 你的網站的設計夠不夠friendly 夠不夠友善 讓人家可以很快的時間之內 找到他所想要的東西 各位這就是所有的你要幫顧客想到 什麼對他來講是最方便的 因為我們說建立關係不斷溝通 那你要溝通 你要能夠很清楚 能夠很方便的溝通 不要讓顧客有太多的障礙 這樣子可以理解嗎? 這些你通通要想到 這些都已經確定好了之後 行之有年都已經有一個成功模式出來 都已經變成很內化的東西的時候 各位才開始去對外面做什麼? 促銷、公關、做廣告 花錢做廣告肯定都是最簡單的事情 認同嗎? 但是今天如果你內部這四個圓圈圈還沒有準備好 你就開始去炸大錢去做廣告 我告訴你來的人越多你死的越快 為什麼?消費者現在都有智慧型手機嘛 來立刻先打卡不優 用手指頭就把你消滅了你知道嗎? 各位你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你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尤其各位這都是服務業 沒有第二次機會 你必須第一次就把事情給做好 了解嗎? 所以先不要急著要去對外面做什麼很多的公關宣傳 來來來來 先把你自己這個先搞好 定位這一塊先搞好 定位這一塊我們本來今天要做了一個練習就是這個 你自己的獨特性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說像你的水果 好你有得過獎了 然後在這一群當中我是最優的 因為我得到的是一個金牌獎或舉例 OK那我的特色是在於什麼? 所以你的獨特性是什麼? 你要把它給抓出來 老師我的產量不夠多 沒關係啊產量不夠多 我會經營我的重要的顧客 那我們說建立關係不斷溝通 那我不斷溝通 我也可以去好好的跟我這20%的顧客 忠實的顧客跟他建立這個關係 怎麼樣的關係呢? 各位你們都怎麼跟部分建立關係? 用LINE嗎? 平常的聯繫或許會用LINE 教各位 現在已經很少人怎麼做了 我知道了 來 手寫卡片 手寫卡片 我告訴你手寫卡片 我在每一堂課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沒有一個人做到 真的嗎? 你真的做了嗎? 不是啦不是啦我是說我有遇到 哈哈哈哈 你有遇到什麼? 就是手寫卡片 就是真的是主廚自己 我不知道是不是主廚自己 但是就是真的就是 我告訴你真的我告訴你喔 因為現在大家幾乎都不做這件事情 你做這件事情顯得你非常的隱瞪 然後再來 我不是要你對你的一兩千個顧客去寫卡片 而是呢對你貢獻度最高的 懂嗎? 那幾個你一定要把它折掉掉 手寫卡片 再來不要五年才寫一次 持續性的 因為我說是不斷的溝通 各位一年你至少寫了四次好不好 至少四節 喔唷 手寫 手寫 大哥 趕快你都手寫卡片 手寫卡片 不要 不要啦 我告訴你 就算寫字很了解 手寫啦 手寫啦 我告訴你 真的 千萬不要工整 如果到了你的字是很工整的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用打字拜託 千萬不要用打字 可是你要用處相 來你一年一季就你春夏修工寫也好 你不要春夏修工寫也好 你不要春夏修工 他生日的時候 或者你們店你們的產品要收成的時候重大的節日也好 再來我告訴你 你寫去的東西千萬喔 不是在跟他做行銷 不是在跟他做推銷喔 問候 是去問候對於大哥 果然真的是大哥 問候懂嗎? 然後讓他知道我們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了 大謊黑瓜各位知道嗎? 現在不是 春夏修工 來你去 你注意去看國際這些大品牌 ROV 到現在是不是還都在廣告 你去看那些什麼Vogue雜誌 他們有斷過一次嗎? 沒有 Gucci 什麼 全部沒有人斷過的 人家都還是不斷在跟顧客做溝通耶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已經是國際大品牌了嗎? 開玩笑更要持續不斷的溝通啊 從小做起 不要小看說 老師在手寫卡片 你如果連小事都不願意做 你這個心態很難改得過來 由小而大 謝謝 就是這個意思 好 所以剛剛講到的是 因為我剛剛是先把後面的 因為太多人問這個問題 我就把它跳到前面來講 所以呢 前面有跟各位分享 像唐和佳那個都是產品的差異話 對不對? 為什麼會想到差異話? 你會想到定位 因為那定位你就想跟別人不敢 決定好之後趕快要先上市 因為第一個要先進入消費者的腦袋 知道嗎? 不用錢 我們這把都一片了 你還在這邊 可以啦 但是為什麼要花特別多的力氣 再接下來呢 你還可以在哪個地方做差異話呢? 服務人員 也可以 這邊我就不主力了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先來各位看 再來是什麼? 通路的差異話 這邊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讓各位看一個QR Code的一個案例 不開店喔 但是一樣可以達到這樣的業績 但是一樣可以達到這樣的業績 沒數到我們 比較多數據 好幾個月 一位 一位 一個月 一個週目 一位 我們想要處理小朋友 最新的国家最新的国家最新的国家 他们最新的国家 每个月的做法 我们最新的挑战 这些人的工作人员 理由 我们的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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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够在每个人的生活生活 我们的第一次店员 我们的第一次店员 我们的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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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的店员 我们的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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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个店员 點讚你就可以了 不要壞了 然後不用客氣 帳戶机 賓戶機 會保存到你的門口 你快到你地方 人們可以睡覺 和睡覺 我认为自己的商场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自己的商场 尤其是 人们可以在Tesco HomePlus店里面买到 没有在本店的店里面买到 另外我们可以在购买期间的期间 这次的选择,上网上的商场增加了 这次的选择,10287商场 在商场上的商场上的商场 新 cooldown 的计料名清 completa 新開試事件設定為 deu yay 現代公司的官員upa醜了一 э went lagi 影片不是這樣看完就完了 各位要去思考 Q-R Code這個技術授今後是非常成熟的技術 Q-R Code 不難 難在甚麼 記得我今天的第一張頭影片 公司的能力取決於三個要素 還記得嗎 第一個是資源 第二個是流程 第三個是企業的流程程序 那流程是什麼 流程就是把你的資源 轉化成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 對不對 各位聽得懂齁 所以QR Code是不是我們的資源 是 但是重點來了 我有QR Code啊 然後咧 對 漂亮 謝謝 你會取130的 你要怎麼用它 再來QR Code連進去之後 我看到的是什麼東西 消費者看到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裡面的Content 你裡面的內容設計就很重要 你要讓消費者看到什麼 對不對 比方說像這位姐姐 剛剛姐 對不對 然後像這個東西 上面可不可以有QR Code 可以啊 可以啊 你既然這個交送給消費者的話 可以啊 那裡面可不可以有QR Code 可以啊 那QR Code連進去 你希望我看到什麼 已經跟顧客接觸到了 剛剛那四個圓圈圈圈後面的經驗 有啊 你跟我接觸到了 我接觸到了 就不要放過任何一張東西了 所以像現在我們的很多DM設計 拜託 我最害怕看到那個DM設計 是後面完全是空白的 前面就是產品 什麼帳號 帳戶 然後後面就整個是空白 啊 A41張 就這樣子 要加QR碼進去的 但是連進去之後要看到什麼 這個就是內容的設計了 你要怎麼樣讓你這個QR Code 這個其實這個資源變成有價值 OK 所以這個可不可以用 要看我們現在的優勤順序是什麼 我們的資源有什麼 現在這個不是我們最重要的 來喔 我們最重要的 現在是什麼 我們的分量先做嗎 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快把我們的品質 用得好 如果今天你的餐品品質還不夠好 拜託 先把今天的餐品品質先用好 了解嗎 因為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入門票 然後再來一個什麼 形象的差異化 這邊我來讓各位看一下 欸 形象的差異化 這個 今年去日本進度拍的 它裡面賣的東西全部都是那個什麼 布 全部都是布的元素 全部都是布做的 一樓 全部是擺飾品 擺飾品或者是裝飾品 也可以用 也有包包 然後二樓賣的全部都是女孩子的 那個什麼把夾 項鍊 手環 但是一定有什麼布的元素在裡面 即使它賣個把夾 它上面也會有布的元素在裡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差針的 好 影響 欸大哥 所以大哥的想法都是很功能性的 對不對 欸 這個也可以當擺飾 欸 當插針的也很不錯 這個是 我想想就猴子嘛 跟擺飾品 各位你看喔 每一個的造型都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它做得很細緻 然後這個是欺負神的造型 然後再來這個是達摩 然後你看它裡面擺的都是怎麼樣 很有亮感 各位 你們到現在看到這邊都還沒有什麼感覺 你知道從這個圖可以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消費者齁 真的很難取悅 對不對 消費者真的很難取悅 我覺得很漂亮的東西 可是你們到現在沒看得到 老師慢慢點的標誌 他在永遠在看我 什麼樣子 你看 我的心靈一直在滴血 我覺得很漂亮 可是你們 你看都沒有一點表情 都沒有哇哇哇沒有欸 我是在現場看啊 蛤 所以連這 所以你看 我的照片拍得真糟糕啊 真的是 你看 你看到這都沒有什麼感覺 各位 這張還沒有感覺喔 沒有 我們都呆了 我們都看呆了 真的喔 因為現在11點半到12點 是最難好的時間 各位 這是和菓子啊 用布做的和菓子耶 各位 蝦蜜 蝦蜜 謝謝 大哥 你可以喊哇哦 各位 和菓子 雖然你剛剛看的糖和菓子 我知道很精緻 糖和菓子是很精緻 真的和菓子 這是用布做出來的耶 欸 我們不要講台灣的什麼辛龍毛巾好不好 那個 都還算很粗糙的 各位啊 用布布做出來 和菓子 那我換成這個 加菓子 喔 好美喔 謝謝 喔 有醒過來了喔 消費者需要被教育 你看看 知道嗎 再來 再來 這個沒有什麼 老師 這真的沒有什麼了 這不過就是一個磁鐵嘛 可以在冰箱上面的嘛 各位 但是在這裡面我看到的是什麼 他把前面的欺負神啊那些東西啊 拿來跟他做組合 各位 這個東西我看到的是什麼 組合 了解嗎 所以你的餐皮可以有不同的組合變化 這樣有了解嗎 看是在看這種的 不是說啊 這個磁鐵哪有什麼位 各位 你聽不懂我的意思嗎 懂啦 欺負神 欸 謝謝 好 那我就不要再回去了 不然這樣沒完沒了 然後再來 林前 老師 夠了 好可愛喔 我不要問了許悅文這樣子 各位 老師 這林錢包 那我上面問 各位啊 看人家多用心林錢包 他用那個什麼天干地支在上面耶 直 什麼 直手以貌成四五 五位 身有戌害 各有不同的動物代表耶 他就把他做成這個動物 然後把他這個秀在上面耶 各位 這一區是天干地支 另外一區全部是Hello Kitty耶 你知道嗎 還有另外一區是 蛤 為什麼秀的這樣子 因為要看Hello Kitty 我知道了 下次我知道 哇 總算有哇了 因為這個跟文化性有關係 因為我們看壽司的機率比較高 我們對壽司有什麼 慶祝 我們比較熟悉 所以各位 為什麼我說 你要第一位進入消費者的腦袋 你要讓消費者熟悉你 消費者常常看到你 然後再來 如果常常看到的話 就很容易怎麼樣 忽略掉了 所以你就要有你的什麼 獨特性對不對 比方說我剛剛講到的那個什麼 金針花 這叫金針花嗎 金針 金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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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針有菇跟花 我知道我喜歡吃金針菇 我有講到說 我這邊我就想到那個什麼 小蘭你剛剛笑到特別大聲 我不會煮菜 可是呢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去買東西 然後我們講到說 那個服務不是只有微笑就好 還有我現在在講服務的時候 拜託 服務不是只有微笑就好 那個微笑是要建築在什麼之上 專業之上 什麼樣的專業 因為你剛剛講那個金針 有分金針菇跟花 我來講到 有一次我就是去一家 那個有期食品專賣店 那個服務人員跟店長 那一天的陽光特別慘淡 那個店長跟那個紅靈緣 笑得好甜美 我就這樣被吸引進去了 我的個性基本上是怎麼樣 我看事沒當 你跟我講什麼 我都會好 好 人家跟我講什麼 我一定都是好 我就買了很多東西 我連連子都買了 連子喔 你覺得我這種人會煮連子嗎 不會 但是我就想 有一天我一定會 對 這個連子 我很喜歡吃連子 可是我從來跟自己煮 我就連連子也在買 買了之後 想說那個人笑得好甜美對不對 然後一堆東西我就去結帳 結帳的時候我就問他 我就過來問他 請問一下這個連子要怎麼煮 問那個 謝謝你 如果給我這樣的答案 我都會很好 我知道那個妹妹啊 就這樣拿起來 然後你也沒有血 是不是你都沒有血 沒關係我知道 你可以Google 拉扯 沒有 人家好科技喔 好科技喔 我的意思就是 這個對我來講就不夠專業 懂嗎 我們剛剛講到的 最後的那個顧客今天那邊 我們不可以這樣回答 你知道嗎 如果尤其今天我們又是賣 那個什麼有期的東西的時候 拜託 顧客問什麼東西 你的那個回應要什麼立即信的 這是專業啊 你有沒有笑那是一回事 好不好 笑是一定要笑的 至少讓人家感覺到親切 對不對 謝謝 然後金針顧跟花 來我想 比方說金針花 金針花 比方說一直看到金針花 就會覺得說 金針花有什麼獨特性嗎 不會嘛 如果說我今天看到很多金針花了 來 那你就要找出你的獨特性 能夠讓人家在一眼當中 就能夠看到你 我是不是說人 百分之百都是以外貿取人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緊抓住前面那七秒鐘 你知道在7-11貨架上面 根據這樣子他們的觀察 那個東西如果三秒鐘消費者沒看到 你就死了 就過去了 如果一個月之內都一直沒有被碰到 我跟你講不用等到三個月 以前我們在賣場的時候是三個月要下架 現在不用了 一個月就直接先下架 懂嗎 三秒鐘之內 三秒鐘 三秒鐘還無法抓到人家的那個路況 就要該下架 好 然後你看最後這個發展 就還有這個布的元素在裡面 這是一個什麼 形象的一個差異化 好後面這邊我很快的跟各位 這剛剛其實都講過了 在產品 接下來的什麼產品策略 這個價格策略通募策略這邊 產品我們講到的就是說 你要能夠怎麼樣幫消費者解決什麼問題 這是我今天一來有提到的 奶昔那個案例有沒有 從不同的觀點去看 然後再來怎麼樣 價格這個地方呢 你要考慮到的是什麼 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成果 我知道了 這班的學生名單 我一定要跟林先生要來 等我們那個 2Suite那個出來之後 每個人通通負責要那個負責 對要團購 沒有啊團購就思維不一樣了 思維不一樣 不行每個人負責要幫我那個 行銷 行銷100盒這樣都可以 OK嗎 這個人的名字是 讓我們練習啊 真的嗎 太好了 OH YEAH 老師我11月20號可以去幫他佔貴 OH YEAH 師傅我覺得今天真的有貴人 是因為今天您來的關係 真的是 我覺得今天全班都是我的貴人 你看處處有生機 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一定要跟他要這個名單 沒有大家可以幫忙代價 但價格不是你想要賣多少 多少 而是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成本 所以今天如果消費者願意支付1000 咱們就來賣1000嘛 就那些為什麼一定要去賣 好我就不要講那個 你為什麼一定要賣560呢 而且現在這個市場上卻只有你有 對不對 是不是 是 OK好 我不要講我們真實要定的價錢 肯定比560高了 560真的是不負成本 那我要講的差不多 我講的這個各位 我那時候這個是在京都的 這個是台灣的 我舉例比方說像這個抹茶口味的這個 冰淇淋 我們那時候在京都吃了 開玩笑那個真的是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 所以回來台灣沒多久 因為我5月去的 回來台灣沒多久 好像差不多6月的時候 還是5月底 全家不是就出了那個抹茶冰淇淋 我一刻跑去馬 你看後 腳趕不一樣 來喔來來來 謝謝 這間喔 350塊是幣 380 小小的 然後這個是35塊台幣 然後我一吃 我說這個不是抹茶冰淇淋 這一個不是抹茶冰淇淋 不行 再吃第二口 這一個不是抹茶冰淇淋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欺負 真的吃不下去了 直接 因為再也吃不下去了 因為吃到的通通都是糖 反正就是甜的東西就對了 就不是抹茶冰淇淋 所以35塊便宜便宜 便宜 但是呢 根本就不想花那個錢 後面他再出什麼口味 我都不想去 我覺得這個味道就是真的很棒 那時間關係這個我就 麵包超人 你們要聽嗎 有啊 很願意聽嗎 願意 掌聲鼓勵 只有一個學生呢 那我可以講 真的是 老師好難取悅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哦是是是是 我要檢討 我要檢討 跟各位講 我其實是非常討厭麵包超人 這分我就不賣關子了 因為 我今年5月去的時候 在今年5月之前 我是非常討厭麵包超人 因為我曾經輔導的一個業者 他有一次就跟我講話 所以就說 欸 孫子 你發現啊 你長得很像麵包超人 很像麵包超人 尤其你笑起來的時候啊 他還跟我講什麼 你那 喔 你那三坨 還講三坨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我又不會再一個大坨 你要一個大坨 欸 補導執行長 你知道你們看 那個表示關係很 不會 要你身材很好啊 謝謝 我為什麼要用這個 這個組就是這樣子 我已經在這邊 這還是要有 不容易的 各位 所以我非常討厭麵包超人 所以5月去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跟我說 欸 旁邊有麵包超人 我不管我們去看一下 還玩笑內心出現的那個 增長 但是出外我們要和群 我會去 我說好 我們就去看 結果呢 去了之後發現 啊 6點了 修館 我現在來採訪了 修館 但是說 欸 變成我麵包超人 商城 商城我就有興趣了 因為我對於 整個商店的那個 Display那些我很有興趣 我就去看 好 我就是要讓各位看 從一個非常討厭麵包超人的人 到裡面幾乎快要發瘋了 回來很喜歡 就開始去研究麵包超人的任務 是啥 好 我這邊很快讓各位帶過 我要跟各位講 日本的東西真的做到很情緻 光光工廠 來 它這個商城喔 你看 老師 這國什麼位 好 這國什麼位 這支也回收到家 好 連上面 你看都畫得這麼精緻 而且很乾淨喔 來 這個是我的腳 這個地上一整排 來 每隔三步就會有一個 這個是動畫 在地上你也可以看到 麵包超人的動畫 它是活動的 這邊全部都是小孩子的叫聲 我很快的帶過去 來 很開心 然後再來 這個是理容院 來 我把門打開 這可以實際working的理容院 是的 哇 這是實際working的 實際了 實際了 我告訴你 它裡面所有的情境 陳列啊 欸 這是真的啊 它所有的商店都是實際有在 可以working啊 沒有錯啊 來 它對象小孩子 小孩子 小孩子 你看這個鞋子 這樣有可愛嗎 因為我開的時候 已經開始要收館了 所以開始都沒人了 來 你看有沒有 都實際working的 在裡面賣三的 網桌圍三的都是麵包超人的家族 沒有啊 都是喔 圍巾上面有書包 都是喔 你看不到其他的喔 來 臉裡面賣的氣球也是 各位 極致啊 真的要進來看我的臉 進來看我的臉 通常 這個外面是可以動的 來 這迎賓區 這是今天的 這個是sample room 頭前面賣的嘛 然後這邊就是sample 然後賣麵包不是拿著上面的 是要怎麼樣 拿旁邊這個作文單 大哥 你聽我作文單嗎 我們這年紀應該真的有了 你卡電話 還有王小姐卡電話 你來作文兩週 我會鼓勵 我現在更不注意了 來 這兩週 各位 我就拿了這兩張 我為什麼拿這兩張 因為只剩下這兩個可以賣 其他全部都賣光了 來喔 各位來 多少錢 310塊日幣 走走台幣一 快100塊 100出頭的麵包 我聽那時候比較貴 對啦 現在等於5月後來就 各位就一般的菠蘿麵包這樣的大小而已 不是巨蛋的喔 我就買了這兩個 然後拿進去呢 來 他就丟進去 那個呢 反正這樣算是我 聽不懂 然後大概差不多10秒鐘之後 就 咚 拿出來了 直接給我們看這樣 哇 啊 羞花招經理對不對 沒關係 這還是紅豆餡 這個是什麼 巧克力果醬 我媽最多吃完 喔 微溫 口味 一般般 一般般 因為他真的不是在賣這個味道 而是讓你體驗的這個過程 連裡面所有的礦泉水跟牛奶飲料 都是麵包超人 接下來要來讓各位看 鬆餅也是麵包超人 飯糰 看到沒有 麵包超人 做得出來 真的有呢 等剛才麵裡面 魚板 全部 這是夠了 我跟你講 我去台灣魚板 連魚板都有 我服了他 肉包啦 我不誇張 我跟你講 我上次去那個桃園農改場 然後他們好像是田媽媽 他直接跟我要這張照片 他在拍啦 然後我看他很認真 我說 你是需要這個嗎 他說 老師 我們就是在做包子跟饅頭 我說沒關係 我說沒關係 我直接把這張就給你 因為有需要的 我會直接給你你需要的東西 但是你不用跟我 學生 我以前在課堂上 我課堂上所有放的照片影片什麼 我通通都給學生回來 我發現沒有用 後來我就不給了 我就變成說 你有需要什麼 來直接跟我講 我會看你的需求 我給你 甚至可能會給你更多的東西 真的對你有用的 老師 我們要做這一個 他說 OK 他說這個對他們來講太可愛了 他前面他都沒感覺 他就是看到這一張 他們做包子滿頭的 然後這一張我為什麼要拍呢 各位 這是放在外面的 可是怎麼樣 很乾淨 很乾淨 各位 這就是日本的一個精神 好 這個就是讓大家在那拍照 這樣子 是不是很極致 所以這整個的實體的部分 我這樣走完下來之後 我覺得那個價格對我來講 我願不願多花那樣的錢去買那個麵包 開玩笑 我覺得太值得了嘛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先讓消費者感覺到說 他說他喜歡你這個地方 有這個什麼 價值感 OK 可以嗎 可以 一定是價值 然後接下來呢 好 快結束了 最後這一個 香蕉蛋糕 TOKYO BANANA TOKYO BANANA 這個就不用再介紹 各位 通路啊 剛剛QR Code 其實也可以解釋是在通路 就是說你的消費者在哪邊 消費者竟然都在那邊等捷運 我就把我的店搬到捷運了 了解嗎 所以你要讓你的消費者 能夠很容易看到你 來 TOKYO BANANA 他做的跟這個什麼 京都 這個如果有去過京都女孩子 應該都會買這個牌子的 這個只有在京都才買得到 他最有名就是他的稀有面子 那TOKYO BANANA 好 各位比較清楚 我就講這個 他在不同的什麼 機場有不同的花紋 你看得出來這三種是不一樣的嗎 有什麼 豹紋 有什麼 貓紋 還有什麼 鹿 長頸鹿 長頸鹿 你看 現在連造成的大哥也都知道 各位 賣的是什麼 限定 限定也是一個獨特性 所以剛剛誰跟我講說 產量不是很多 當然可以 我可以經營我的顧客 我可以經營那幾個中央的顧客 然後跟他們講 明年在產期快要出來之前 你這時候就是你先卡片去 光買套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我明年我可以提早通知你 因為量就只有這一些 這樣就夠了 我跟你講 愛健康的人還是大有人在 他們會非常需要像這樣的東西 OK 再來 在廣軒策略這邊 你要注重到了 各位 這一張清明年打個星星 把它背下來 廣軒這一塊 其實是在於我們溝通的內容 說建立關係不斷溝通 但是廣軒 Promotion這一塊 主要是在有三個特點 是什麼 第一個 這三個特點 你一定要畫星星 反而背起來 第一個是什麼 告知 告訴你說 我又有什麼新的產品出來囉 我又有什麼新的產品出來囉 提醒你 告訴你 我又有什麼新的產品出來 然後第二個什麼 說服你 我表示 比方說我現在第二代出來了 我現在這個第二代的 這個又比第一代還要更好 我要來說服你 因為第二代的功能又比第一代更好 第三代又比第二代還要好 我說不要第一次就把所有的東西 通通做到 然後第三個是怎麼樣 第三個特點是在於說提醒你 提醒你說我還在 各位放冒兵嗎 對不對 告訴你說 誒 誰一長不愛他可以吃菜 然後再來怎麼樣 提醒你 誒我大貓黑瓜還在 要買大貓黑瓜知道嗎 我還在 就是提醒你 我還在 這就是廣宣的三大的特點 OK 來這一張 各位請你們思考一下 你告訴我哪裡出了問題 回撒撒對不對 來 這一張你先看 我這是在去年的4月19號 星期五 Friday 晚上的7點58分 我在我們台北的一個捷運站出口 拿到這一張 請你告訴我 你卻哪裡有問題 時間已經過了 根本就看不到紅色的字 午餐嗎 時間已經過了 對 是的 趙大哥 很棒 果然你是坐在第一個看得比較清楚 我在星期五晚上7點半拿到這一張 商業午餐幹嘛 商業午餐幹嘛 所以很多人都怎麼樣 誒 老師我們做這個派報這個有沒有消 DM有沒有消 我告訴你可以 可是問題是來 我們很容易就不要交給派報人員 交給公讀生 他怎麼給你補你都不知道 各位 這個時間點我還會去這裡嗎 不會 不會啦 開玩笑 我已經 而且是晚餐時間了 然後他在廣告是什麼 商業午餐 我想說好吧 那我等到星期一再去吧 商業午餐一般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可能過個週末 我就怎麼樣 完全忘記了 所以這一張就出了很大的一個問題 OK 這邊剛剛跟各位講的這一段 有一點點時間 我讓各位看一個同樣的茶葉的一個案例 好不好 好 好 這個聲音 好 好 很短啦 放心 好 放心啦 真的啦 我跟這個茶葉這個可以講 因為我跟他是好朋友 親切 我跟你講 我跟所有的業者後來 除了一家以外 後面幾乎都是變成好朋友 因為 但是會很難過 來 除了這個Logo完全不能改以外 來 這是後面的品牌名稱 各位 原來的茶是哪邊 原來的 原來的 好 你跟家裡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這個茶 沒問題你放心 這個茶我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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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這個茶已經賣了二十幾年了 不是二十幾年 十幾年 將近二十年 沒有問題的茶 而且這個茶真的是很棒的茶 經過檢驗的 你放心是很合格的 而且中山北路還是什麼林森北路那邊 反正就很多酒家那個是什麼店 那是什麼路 六條通 喔是 那邊很多店家老闆都直接來這邊 跟他買大批回去之後 自己拆包裝 重新組裝 而且賣三倍的價格 這個茶是真的非常的好喝 但是這個包裝 你一定不敢喝 對不對 原來的包裝就是這樣子 來 裡面就是這樣 但是我林立營 他當時這個用的是一個政府計畫 我進去裡面 我們就 他請問我喝完所有的茶之後 我說 來 如果真的要做伴手禮的話 你這個來做好 因為這個口感最好 而且這個 它不會幫助你減肥 但是它是幫助你怎麼樣 排便順暢 而且不會讓你肚子痛 它是讓你在八小時之後 很自然而然的就大量的排出 這樣有讚嗎 讚 我立刻會跟他團購我一箱 你怎麼知道 我自己花錢我就買一箱 回去幹嘛呢 我最喜歡做這種是一個 請所有的同事喝 喝完之後要幹嘛 寫報告 很是的 不用寫報告 他告訴我結果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我要知道 對啊 蛤 就是做事 對啊 但是要喝嘛 但是我就是自己 就是請大家喝 結果我告訴你 十個裡面 十個裡面 有九個都跟我說 天啊 那個口感 因為很多女孩子喜歡喝那樣子 有九個都跟我說 那個口感很棒 效果很好 另外一個沒有效的 因為他是重症患者 他可能要喝三包才會有效 OK 來 這是原來的一個包裝 好 來 我們後來就把它改成一個什麼 新鮮 新茶飲 因為有Fiber 有這樣的纖維 然後呢 我們要Pardus定位在什麼 年輕人 每一天都是什麼 活力自信的新鮮人 這邊是文案 那再來 這些東西是跟業者溝通過的 因為他希望能夠用 把他這裡面的這些 成分元素 用畫畫的來呈現 所以我們就把它弄成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是代表什麼 曲線 腰身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的包裝設計 感覺比較明亮一點呢 會比較敢喝的吧 有 謝謝 然後裡面這樣有比較漂亮嗎 有 內袋也跟德國不一樣對不對 讚啦 讚喔 謝謝 班長總算出身了 然後回來了 回來了 又要下課 因為要下課了 是是是是 來 袋子 這樣 這樣有讚喔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連通路都找好了 飯店擠的通路都找好了 走不去 不要講飯店 實體通路兩家 因為以前我當財客 我們有認識的業者 那時候關係都還在 開玩笑 我們幫他設計了兩款 我把這兩款拿去給通路商 我說來 我當然心中屬於的是這一款 我去問通路商 來 好 幫個忙 來 讓他們進去 那這個價格你們再自己談 你決定哪一款會賣得好 全部通通都選這一款 我說沒問題 通路商都找好了 結果最後呢怎麼樣 就是不敢去 通路商都找好了 網路的也幫他找好 所以實體跟網路都找好 結果呢 最後就跟我想說 書正我覺得我們可能還沒準備好 我們餐廳可能還不夠好 我們不要出去 我說不 你們已經夠好了 趕快走 所以他們不敢去的原因都是在沒自信嗎 對 我告訴你 因為這是什麼呢 他們開店面 在大道城那邊 已經開了三四 四十幾年有 由他以前就是 這個官僚 改變了 因為我以前說是怎樣 人家裡 我不用走出去 他不敢走 對對對 他覺得我就是每天 人家先隨便坐在店裡面這樣就好了 你不要看過這種店嗎 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好請開店 有沒有萬無一失的行銷策略呢 各位 沒有 你要去做 然後做的當中 我們再去做一些什麼微調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一定要去 教室隊就對了 我不要想那麼多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分享到這個地方